大家好,我是小鱼老师 这一节课啊,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一款夏季新品 洞洞森林翠玲珑 这一款新品啊,是我们梅龙蜜瓜系列的第三款新品啊 也是一款夏季的沙冰系列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需要用到的就是一个棉煮桂花洞 我们这个桂花洞啊,是棉煮的 做出来是金黄透亮 然后呢,需要用到我们的梅龙蜜瓜酱 还有一个就是茉莉小白芽啊,非常简单 好了,那我们第一步呢,开始来教大家做这个棉煮桂花洞 然后我们这一款桂花洞啊,是棉煮的 直接用开水冲啊,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 它的比例呢,是一比六 我们这一次啊,称一百克的桂花洞粉 一百克的棉煮桂花洞粉 然后呢,我们接六百毫升的沸水就可以了 就是大家在做的时候啊,直接在开水器里面 接六百毫升的沸水啊,就可以了 大家如果做的多呢,比例是可以放大的啊 我们直接把六百毫升的沸水啊,直接冲上去 冲上去了以后呢,我们拿这个手动打蛋器啊 不停的搅拌均匀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啊 一点基础含量都没有 二点呢,它做好了以后保存时间很长 自然冷却了以后啊,放在冰箱里面保存 冷藏的话能放好多天啊,保存时间是非常长的 我们直接给它使劲的搅拌均匀,把它搅拌均匀就 啊,然后搅拌均匀了以后啊,我们把它倒入啊,我们摆放的容器里面 然后呢,大家用一个小勺子 把这个上面的这个小浮沫啊,给它撇掉啊 不然,等一下冻起来了以后啊,这个浮沫啊,放在表面啊,会有点难看 我们把这个小浮沫啊,给它撇掉 啊,在这里啊,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这个呢,桂花洞啊,里面是没有桂花的 如果大家想加入桂花的话,也是可以的 我自己呢,就是随意往上加了点桂花 啊,直接撒上去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加桂花,也可以不加桂花 这个呢,随便大家的 我个人感觉加了桂花的话,会有点好看啊,会好看一点 我们做好了以后呢,就放在外面自然冷却 自然冷却了以后啊,放到冰箱冷藏就行了 我们这一款呢,棉煮桂花洞啊,做好了以后啊 然后自然冷却了以后,放在冰箱冷藏 冷用好多天啊,是非常简单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做好的啊,这个桂花黄金洞 然后呢,我把它给切开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它的颜色啊,是金黄透亮的啊,非常的好看 放在奶茶啊,水果茶,沙冰里面啊,也会非常的好看 而且并且呢,它的口感很好吃 它的甜度啊,我们都已经完全调好了 然后呢,大家有任何不懂的啊,都可以问我啊 好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取一个沙冰机 我们在沙冰机里面倒入我们的梅龙蜜瓜酱,50毫升 然后呢,我们再倒入我们的果糖,15毫升 如果15毫升果糖甜了,你也可以自己调整啊 但是我们这一次用的是15毫升果糖 然后呢,这两样都倒入进去了以后啊 我们加入一些啊,玲珑蜜瓜的果肉 加入多少呢,我们加入30克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加入完玲珑蜜瓜的果肉以后啊 我们再加入我们的茉莉小白牙茶汤,80毫升 然后呢,这些我们都加好了以后 这个时候呢,我们加入冰块 冰块我们加入350克 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一杯的量也是700毫升的大杯量啊 700毫升的大杯量啊 我们加入冰块350克 然后呢,我们加入完了以后 我们这个时候啊,就拿去把它击打均匀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沙冰机击打均匀以后啊 我们取一个700毫升的塑料杯 我们在塑料杯中加入玲珑蜜瓜新鲜果肉啊 20克左右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桂花黄金冻两勺到三勺啊 这个随便大家两勺到三勺口感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我们再倒入啊 我们寄打好的梅珑蜜瓜的沙冰进去啊 我们把沙冰倒入大概在九层满 这时候啊,大家可以上面啊,倒入奶盖 也可以像我一样继续放梅珑蜜瓜的果肉都可以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加入九层满以后啊 上面可以放新鲜的果肉 也可以放奶盖都可以 这个随意大家啊 然后呢,我这一次啊,放的是果肉 大家应该是能听懂吧 就是九层满以后 上面加入果肉或者奶盖都可以啊 奶盖呢,你可以卖的价格啊 更高一点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一杯啊 冻冻森林翠玲珑啊 就做好了 它的呢,不管是颜值还是口感都是非常好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颜值啊,也是很高了 好了,这一堂课啊 我们就到这里了啊 关注我,叫你做更多的奶茶音品 我们下期再见